你见到我妈妈你就直接叫她妈妈 我还是叫阿姨吧 哥几帅吧我叫什么号 我叫我叫阿姨吧 叫妈妈你等下接到我妈妈 我都叫妈妈 不是 不要姐你叫什么妈妈 你不能乱说话 都说了不能 你不能说话 不是 你家会是可以叫妈妈 你怎么肯定叫妈妈呀 你干嘛呀 你别乱说话 哎呀真的 要不张总 你带表姐去学生等着我们 好不好 表姐我带你咱出去溜达溜达 你带我溜达什么呀 你个男的真的 你不能叫妈妈 等一下你见到我妈妈 我不说话 家威可以叫妈妈 你不能叫妈妈 哎呀我觉得他待会 肯定会出什么幺蛾子的 你就待在这里吧 让成绩里带着你 那我带你买好吃的去吧 不行 你一个男的带我干什么 哎呀那那像像这个成绩里去带你 可不可以成绩里带他去 带你去吧 不行 我要个人家威去的 哥姐姐你们 表姐说 他说他叫我妈妈叫妈妈 你们说能不能叫 不能还是能呀 你真的不能乱叫啊 我不说话我不说话 我妈妈的话 她是很喜欢你的家威 但是表姐她认识 知道吗 我不说话 真的 我害怕去 哥姐姐你看 这就是我们家了 哥姐说刷一枚 我们马上 家威第一次去我们家呀 你不讲话了 我不讲话了 我不相信你呀 真的不讲话了 我发誓 我真的不讲了 走不走吧 我都要晒死了 怎么办 你劝一下他会 这个表姐 哥哥姐先问说 让你先回去 我回去干什么 我都来这里 我晒死了 我带你买衣服去吧 我不缺衣服的 你在外面玩 我待会给你买炸机 对 我晒死了 在外面待着 不是 你表姐 你看我们是不是表姐 是啊 我们是不是亲戚 是是是是是 是亲戚的话 你就听我的话 因为他第一次见我妈妈 他是我的女朋友 他是可以去的 你的话不是不让你去 但是我们就害怕你乱说话 知道吧 你看你刚刚说 家威叫妈妈 你也能叫妈妈 哎呀 我我我我说 家威能叫妈妈的 你刚刚都说 你叫我妈妈 你说 你也要叫妈妈 没有没有没有 你这样的话我不说话的 我不说话的 我不说话的 哥姐姐你们说了算 表姐去不去 去的话你们 去的话你们扣个二 不去的话你们扣个一 不是真的表姐 我求求你了 你看我们今天太阳散着呢 对呀 哎呦我也摔死赶紧走呀呢 不是我们现在就到家了 现在一分钟就到家了 那到家了赶紧走呀 我也摔死了 哎 怎么搞 你看哥哥姐姐们都说 你不能去 谢谢 我为什么不能去呀 我都到这家门口了 我关注你们了 家威 谢谢谢谢 谢谢关注啊 感谢你们的关注 谢谢 谢谢 不是 哎呀 表姐 你就在这里 来上来 先上来 先上来 这里开始 我不知道我妈妈在不在家 我妈坐下的话 哎呀 真的 她肯定会 对哥姐姐 这就是这家就送我们家了 就去你 知道吗 怎么办 啊 怎么走了 哎呀 表姐 哎 你听话这样 我给你 我给你五千块钱 你你去买 你去买 你去买衣服 你去买衣服 你就今天就不要去了 好不好 哎呀 不行呀 摔死了 我 我要到那个家里 去买衣服 就好了 啊 我在家里 休息一会就好了 我不说话嘛 哎呀 好好好 走行啊 走行啊 来来来来 快点快点 走行啊 哎呀 家威 你不用怕 知道吧 我妈妈是喜欢你的 哥姐姐 这家就是我的家嘛 我这家呀 哎呀 哎呀 你好好的 你干嘛呀 你不要往 一直往前走吧 哎呦 这个表姐 现在 我不说话了呀 哎 不是 家 呀 表姐 我求求你了 就家威 我们两个去 那我叫张总和 陈静凌 他们送你去玩 可不可以 不行 我都到家门口了 哪有人 哪有人回去的呀 不是我们家 是不是不欢迎你 知道吧 你明后天可以来 但是今天是家威 是我的女朋友 我带他去见我 你去了不好 而且你是乱说话的 你有时候知道吧 我不说话 我今天一句话都不说 我开始已经闭嘴了 哎呀 各位姐姐 我们昨天 我们自己下来了 他包了一个车上来 真的气死我了 现在这个表姐 真的 我妈在家 我妈应该在家 让程经理带你去吧 你在这等一会 就一小会 好吧 这么晒的 我晒黑了 怎么办 哎呀 下面不是有亭子吗 就坐刚刚那个地方 那那么远 你看这都这么近了 这 哎 你给表姐 你们说一下 哎 哥姐说说 那怎么办呀 表姐一直 一直说 要跟着我们 你们觉得 就坐在这边 感谢观看